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其实我在学这个书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不理解和不明白的 但神让我先把这些放在一边 让我先去做跟随圣灵的带领 然后当我来匹马祷告的时候 圣灵就提醒我 让我想起幼年的时候 一些受伤害啊 一些不摇书啊 还有一些我自己羞愧的事情 他就提醒我让我把这些一条条的写在除罪状上 以前呢 我会时不时会有这些念头冒出来 有这些幼年的时候 一直到后面的那些问题冒出来的时候 我总是想着我是已经信主了 然后就是已经过去了 然后一切都是新的了 所以我每次遇到这些问题 我就奉耶稣基督民去抵挡 就出来一次 我就宣告一次 但这些问题 这些情绪还是时不时会困扰我 然后这次神就特意的带领我让我想起这些 并要把这些一条一条的写下来 他要洁净我 他要让我心里面能够真的把所有的都能够藏开来 所有的这些都要除掉 要陷在祭坛上来交给他 他要让我成为那荣耀的姓名 然后来承载属于他的祝福 感谢神 然后他又带领我来为我自己的家人 为我的那些祖辈来认罪悔改 因着这些罪 真的是那些被拦阻 那些被掳掠 被吞噬 被偷窃的这些 要来悔改之后 神必要为我夺回这些 必要从地欺贝的偿还回来 必要归还给我 然后神要让我想到在约翰书上 他所预言的那个大可畏的日子 其实现今就是临近了 现今就是那样的日子到来了 所以要让我们这些祖为神的女 真的要迫切的来为这个世代 为自己的国 为自己的国家的民 要为自己在上掌权的来祷告 真的是让神的怜悯 让神的拯救能够领导 然后我在学完这卷书的第四天 学完这卷书也就是第四天吧 我其实心里有一些反复 然后情绪上面有些不好 我一面觉得自己做得不好 定自己的嘴 然后里面有个声音在提醒我说 不要定自己的嘴 不要受仇敌的欺哄 然后提醒我去看 悦尔书的第二章第十二到第三十三节里面说 你们要禁食哭泣 悲哀一心归向神 你们要撕裂心肠 不要撕裂衣服 就是让我提醒我说 你的悔改呢 不单是在行为上 要是真正的要在心里面的那种真正的悔改 因为单单在行为上的悔改呢 只是意识的 没有果效的 乃是要在心里面真正的悔改 因为从心里面生发的那个 才是真实的可贵的 然后又提醒我去看 约尔书第三章的第十节里面说 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 就当我软弱的时候 我要靠着神 我要勇敢的去跟随神 要相信神 相信祂的应许 相信说我在祂面前所做的 所献上的这个认罪 这个悔改 我从里面的这些心发里面的悔改 神祂必定处尽一切的罪 也必定来帮助我胜过一些仇敌 因为我在祂面前 我要是做个得胜的勇士 感谢神 真的赐下这样美好的课程 感谢 再次感谢保林牧师的付出 感谢求求老师 感谢主 愿一切的荣耀送赞都归给他 赞美神 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